欢迎收听拍绿游乐园 那威尼你算科班了 还去北义大 可是我就是 只有北义大的科班 还不够吗 你知道那四年音牌出来多少奇人吗 音牌真的是很重要的心理 而且形态都不一样 小人去当导演了 芒果酱居然变成五月天接班人士了 就是很奇怪啊 是真的蛮百花 奇放的 有人就想要学第二个中岳老师 有人想当第二个侯志坚老师 这样子啊你呢你现在是答案怎么走 好问题耶 我一直都蛮顺其自然 你有跟他们分享你在impact学的东西吗 没有 没有啊 我忘了聊过impact在干嘛 我们这一章里面 有学以致用到吗 可是我觉得我觉得那个学以致用是很观念式的 对啊内化 就是对啊 就从就连基本的抓时辰 然后需要什么角色 我觉得这一切其实全部都是 像那个小忍啊 他就跟我说 我在他们那一届的期末作业是 囚办一场音乐季 结果我把每一组都diss到 大家都觉得好糟糕的样子 原因就是没有一组有一个清楚的 会计账的概念 所以成本都over budget了什么的这样子 他就觉得说啊以后他拍片干嘛的 他预算一定要先摆第一关 这其实我觉得很重要 对他就说这件事情帮助他太多 就无关音乐的事情 其实占的比例也很高 而且他你不搞好 就像我们这一次是要就是补助案嘛 所以光什么结案报告 然后还有对账那一些 对啊 就是那个都不你发票要拿呢 就像你要帮一个专场 厂租啊人力公读生什么钱 你全部都要算清楚 周边商品里连sml size要做多少借 你也要搞清楚耶 对这真的 叫抓的耶 还要贩卖商品的话就又更复杂 他就说那一堂课我讲了好多 他都没有想过什么雨天被暗什么的 这都是很实际的问题 就实际你在活动中 这一切就是最关键 帮那个 之前上查拉克 查拉克还有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他永远最关键的就是厕所有几件 但是就又很重要 就是对 因为就是他就会排队上厕所 像也是因为我跟很多音乐节的测展聊的时候 聊到merchandise 他们就说 哦我们都会跟那些团建议 如果你们的粉丝 一半以上都是女性 哎我不要订那么多间 M跟S多一点 就是他都会讲这种小banbo 对啊 你还要分析分析的比例 比例耶 说的也是 是啊 这真的 对啊 真的很难 我觉得 我觉得 就是学以致用 其实是这种 就是课堂上 一次一次听到观念已经 已经融入了 所以你在用的时候 你也不会就是 哦这个是从哪里 像我们最近这一年很多人都想去海外嘛 那我就会开始找很多 有带海外的测展员 或者是manager聊 然后大家也会住在一起吃饭聊 你知道那聊出来的很宝贵 哦因为1975啊 马来西亚现在工作阵都长一倍了呢 就是你 哈哈哈哈 这个好重要啊 对啊 很多资讯都是从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人去的地方就说 哎怎么办 我们还不晓得怎么跟香港的clock and flop 所以我说哦那个测展员每年都来我这边上节目 你看他带很多纪念品过来 看来要多聚餐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多party了 对对对对 而且每个地方可能比如说你要去 菲律宾啊哦塞车很严重 建议你比那个时间多三个小时提早出发 什么什么的 不同地方的 对 考量点就会很不一样 你将来有机会出国表演的话会 会很想吧 当然 是吧 非常想 对不对对 嗯想啊想 啊那你们呢 OK吧 如果我有机会的话 哦 我觉得你们接下来的课题应该是练 哎我们表演的时候应该要怎么 做什么事情 你们应该比较少讨论哦 嗯还当初就是因为时辰比较赶 我们就所有的心力都放在就是 想要完成一个大家都不会后悔的成果 然后上架 然后对也的确就我们现在开始要讨论宣传的时候 就也一边开始讨论 如果我们要表演到底是怎么样的形式 你们台上的image是什么 对啊 你们后面要不要有视讯 投影还是什么 对不对 这都很重要 这讨论起来也是好多细节 因为等到表演的时候 我们又也必须承承这样讲 以前人听演唱会 现在人看演唱会 用眼睛看演唱会 对吧 是啊 是视觉的东西 如果是表演的话 它就是一个show了 show里面可能就是除了唱歌还有talking啊 对啊 还有满腰啊 还满腰啊 自己说啊 对啊 阿德有满腰吗 他身体满了 他比我还满吧 真的假啊 他很瘦 那你们衣服互换啊 要了要了 哈哈哈哈 我先不用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接下来听哪一首 我们剩Hone跟Cider还没听 听Cider Cider 好我们先听Cider Zither Harp 就爱教育电台 好我们先听Cider 好我们先听Cider